官方公布幻导尊者战力 武庚究竟能否击败对手 武庚为了解救封都的居民 与幻导尊者展开了战斗 武庚的炼气术对幻导尊者没有作用 无奈之下 他只能开启无色界神力进行防御 雷震子作为武庚的对手 在速度上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 武庚利用俄罗之轮发射的攻击 可以被雷震子轻松地拿捏 转眼间 雷震子就可以消失在武庚的眼前 雷震子声称自己拥有世界第一的速度 凭借速度优势 雷震子迅速来到武庚的身后 武庚眼睛跟不上雷震子的身形 所以只能被动挨打 即便武庚拥有神力 但是无法捕捉到雷震子的身形 他就无法发动有效的进攻 并且现在雷震子身上还覆盖着雷电铠甲 这种状态下的雷震子 无论是力量还是防御 都会有较大的提升 相比武庚 他的伙伴们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机巧发动人偶 对哪吒发起疯狂的追杀 幸好遇见了民族战士 哪吒才侥幸逃过一劫 民族大将纵横天下 他的对手是黑铁尊者赵公明 一身的剑子肉 黑铁尊者是一枚硬汉 两人对于丰都的现状 有着不同的看法 所以战斗一触即发 未见其人 千闻其声 虽然还没有看到对手 但是已经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 寒风凛凛的对手是权道尊者 虽然他本身体格算不上庞大 但是走起路来 而权道尊者却伸着懒腰 一副悠闲轻松的样子 按照石头人的说法 患道尊者 有着比天使圣王更加强大的实力 当年武庚带领民族战士 进攻神族 众多民族大将 败在天使圣王手中 如今武庚遇见的尊者 比圣王更强 大家觉得 武庚能够击败患道尊者吗 欢迎留言讨论